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與中共工商總局 針對深圳假貨問題的爭執持續升溫 外界認為阿里巴巴在上市前 隱瞞曾被工商部門行政指導 涉嫌誤導消費者 讓阿里巴巴股價狂跌 但在阿里巴巴的抗議下 中共工商總局卻又改口 先前發布的文獻不是白皮書 只是會議記錄 不具有法律效力 兩方間的對議 牽扯著背後什麼樣的布局 一起看看 阿里巴巴對抗工商總局事件的起因是 1月23號 中國國家工商總局公布了 2014年下半年網路交易商品定向監測結果 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網 贈品率最低 僅為37.25% 淘寶沉默幾天後 通過官方微博在27號上午發表長文回擊 質疑工商總局的報告不真實 更直接點名工商總局的司長劉洪亮 說他違規 別吹黑哨 中國民營企業這種對抗政府機構的行為實屬罕見 但是 反觀阿里巴巴神秘的股東背景 則不難理解這種對抗背後的內幕很深 這個阿里巴巴它在商界很有影響 另外在政界它也有相當的基礎 包括前一段時期很多重要的領導人 跟它關係都非同尋常 所以說不是說它有錢才任性 而是說它政府裡邊可能有一些支持的力量 此次陷入輿論漩渦的阿里巴巴集團 於1999年成立 至今已15年 擁有中國80%的電子商務份額 阿里巴巴的快速擴張 被之與其擁有多名 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投資者密切相關 背後有眾多領導人家族撈錢 路透社資深專欄作家薩夫特認為 其近期的動盪 凸顯了中國因素的商業風險 阿里巴巴被爆合夥人中 有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孫子江志成 以及現任政治局常委劉雲山的兒子劉樂菲 而馬雲近年來收購的海爾電器、中信21世紀 文化中國傳播等企業的背後 也都有太子黨的影子 備之涉及黃軍、曾慶紅、江澤民等家族 阿里巴巴最值錢的致富堡的大部分股權 也傳出已被江澤民孫子江志成控制 習近平上任以後 在經濟領域的反腐 已經觸及到包括江澤民家族等利益集團 隨著反腐的持續 勢必會造成利益集團 和經濟多個領域的重新組合與洗牌 馬雲對抗國家工商總局事件表面的背後 被指示雙方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博弈 隨著江澤民派系的人馬紛紛被拿下 搭著劉雲山、曾慶紅、江澤民家族的馬雲前景不妙 阿里巴巴注定動盪 各方持續關注